最麻烦就这个 交易价后续变动 这是最麻烦最麻烦的 交易价格的后续变动 合同开始之后 那么由于不确定性的消除 或者环境等其他因素变化了 交易价可能会变化 从而导致且向客户转让商品 而预期有权收取对价金额就变化了 那么交易价格发生后续变动 最后续变动 那么且应当按照在什么 合同开始日所采用的基础 将后续变动金额分摊至 合同中的略有 看到吗 所以按照合同开始所采用的基础 将后续变动的金额 后续那块多了少那块 分摊至合同中的履义物 且不得因合同开始日后单独售价变动 而重新分摊交易价格 这是不需要的 那么只是什么 只是我们在这要考虑什么 要考虑要分摊 要考虑分摊 所以交易价格发生变动的情况下 最主要的问题 以合同开始日所采用的这个基础 那么将后续 后续变动 后续这块 就后面那一点那个东西 那分摊至合同中的履义物 而且这里头意思 合同中的履义物 这是全部的吗 包括包括 已经履义完了 已经履义过的了 包括吗 包括 也包括 但是你不能追溯 那么包括的话 这部内容直接的当期体现 直接的当期 好 接着看 对于合同变更而导致交易价格 后续变动的情况下 应该按照准则的有关 合同变更的规定进行处理 合同变更我们前面讲了 在确认中第一个内容讲了 三种情况 对吧 那么合同变更之后 之后发生的可变对价 后续变动 好合同变更之后 发生可变对价 这个后续变动 那么且应该区别下面 三种情况 分别进行处理 第一 合同变更 合同变更属于收入 确认那个低点中的 确认当中的 不是计量当中的 确认中第一个内容当中 合同变更 情形一 那么且应当判断 可变对价 后续变动 与哪一项合同相关 并按照分摊 可变对价的相关的规定 进行处理 那么第一种情况 提示一下 第一种情况还记得吗 合同变更 作为单独合同处理 我还记得条件 什么条件吗 这个条件是什么 第一个条件是 可明确区分 那么第二个呢 合同变更的部分 符合当时的单独售价 当成两道题做而已 那么这就是 它的处理方法 所以再说一遍 那么这时候应当 怎么办呢 且应当判断 可变对价 后续变动 与哪一项合同有关 哪一项 然后按照分摊 可变对价的规定 来进行处理 这是第一种情况 那么第二个内容 麻烦就麻烦在 第二个身上了 合同变更 属于收入确认当中 第二种情况 合同变更的情形二 即可变对价 后续变动 与合同变更之前 以承诺的可变对价相关 和钱 看见到吗 合同变更前 以承诺的可变对价相关 那么且应当首先将可变对价 后续变动额 以原合同开始 确定单独售价为几种 进行分摊 然后再将分摊至合同变更日 尚未履 尚未履行履业义务 可变对价 后续变动额 以新的合同开始 确定的基础 进行二次分摊 进行二次分摊 这个是最麻烦的 这个最不好懂 说实在 我当时学这块 学了半天没需懂 不知道啥意思 真的不知道啥意思 看了半天 仔细看 看不懂 首先怎么着 然后怎么着 后来看完例题 知道怎么回事了 实际是两次分摊 两次分摊 那么且这句话再说 且可变对价 后续变动 与合同变更前 以承诺的那个相关 所以这种情况下 需要二次分配 好 我们再看看前面的合同变更 第二种情况还记得吗 就是第一个 可明确区分 那么第二还记得吗 那个变更那价格 不能反映当时市场价格 所以原合同终止 确认 然后及新合同定立 这两个合并在一起了 还记得我当时说的吧 重新算单价 就那一次 重新算单价 第三种情况 合同变更之后 除了第一种情况 和第二种情况以外的 可变对价 后续变动 那么价应该将可变对价 后续变动 分摊至合同变更日 上位履的部分 就行了 上位履的部分 所以从上述这三种情况来看 再来看一遍 第一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应该说和第三种情况 最简单就难的第二 难就难的第二 所以第一种情况 这个可变对价 后续变动 和谁有关 分配给谁 这就完了吗 那么第三种情况 也是一样的 直接什么 直接就是分摊至 合同变更日后 这个变更日 上位履的部分 就完事了 没有什么之前的问题 就这二最讨厌 那么且可变对价 后续变动 与变更之前 以承诺的这个对价相关 这种情况下 需要二次分摊 麻烦就麻烦到二这块 所以我们现在举例 就举第二种情况例 准则举例 也只举这么一个例 只举这么一个例 下面来开始看这题 21年9月1号 甲公司和乙公司签合同 向其销售AB两个产品 AB两个产品 A产品和B产品 均为可明确区分的 且两种产品的单独售价 都是1500 两个1500 而且都属于什么 10.15 都属于10.15 合同规定 AB产品 那么分别在21年11月1号 22年3月31号 交付给你公司 合同约定 对价包括2000万的固定对价 还有个400万的可变对价 问题是400万可变对价 加到交易价格中吗 那么加进来了 加进来了 加进来后满足 准则有关可变对价金额 进入交易价格的限制条件 那条件极可能不会发生重大转回 所以2000加400是2400 那么他们俩单独售价多少 是多少 3000 1500加1500 两个相同 对吧 那么这一块交易价格2000 打折了吗 打折了 打折了 好 那么这是一个 那么这就可变对价 可变对价400 变就变得可变对价不变了吗 所以这个内容要弄清楚 接着来看 所以我们分析一下 A商品单独售价1500 B商品单独售价也是1500 合在一起3000 那么交易价格呢 是固定价格是2000 加上可变对价400 是2400 资料给你整理好了 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的可变对价 和谁有关 和A和B有关 仅仅和A和B有关 没毛病吗 没毛病啊 到了21年12月1日 还是本年之内啊 看还是本年之内啊 到了21年12月号 还是本年之内啊 双方对合同范围进行了变更 范围变更了 那么这个属于合同变更的一种情况啊 那么以公司向假公司 额外采购C产品 合同价格增了600万 那么C产品与A和B 是明确可区分的 还是明确可区分的 但是增加的价格 不反映C产品单独售价 那么只能按第二种情况了 不能反映 好接着看 C产品单独售价 与A和B相同 都是1500 都是1500 那么等于三个1500了 好 C产品22年6月30日交货 好 到这为止啊 注意到这为止 没有可变对价的事 到这为止 可变对价 还是前面是多少 还是前面是400 到这为止 还是前面是可变对价 还是那400万 没别的事啊 这12月1号 接着再接着看 到了本年年末的时候 且预计有权收取的可变对价 估计金额由400万变成480了 多了80万 那么该金额符合将可变对价金额 进入交易价限制条件 因此 因此 合同的交易价格增加了这个80万 且关键看且啊 且假公司认为该增加的这个80万 与合同变更之前 和A有关和B有关和C有关 以承诺的可变对价相关 麻烦就麻烦在这了 所以这可变对价 从400万 涨到480多了80 这80跟有关 跟A有关 跟B有关 跟C有关 之前 所以这种情况 分担可变对价 难就难在这了 难就难在这了 假定上述三个产品控制权 均随着产品交付而转移给对方了 好 所以说再说一下 可变对价80万 与ABC产品都相关 都相关 但已经履行完了 已经履行完 履行完了以后 那么直接作为估计变工 调整当期收入就可以了 好 要求计算ABC三个产品 各年确的收入 或者你算他们的 什么呢 这个交易价格也可以 这个等于交易价格 来吧 1 21年11月1日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AB两个产品是21年11月1日交付 那个B呢 是2年3月37号交付 那么两个单独售价都是以前 我还记得吧 那么交易价格是2400 这个400满足介入交易价格限制条件 好 那么现在来看一下 21年11月1日 当A产品交付给客户 使确认收入是一掐 怎么来的呢 算一下吧 理由 在合同开始 该合同包括两个旅游 那么甲公司应该将 估计的交易价格分摊制 这两项履义务中去 和A和B 就这俩有关 由于两种产品单独售价 使亚都是1500 且可变对价 且可变对不符合分摊制 其中一一项 不符合分摊的一项中 和俩有关分配到两项当中去 因此我们应该将这个交易价格 2400 这2400 平均分配给A和B 为什么平均分配 是因为他们俩单独售价一样 所以A A产品的单独售价 知道了是1500 B也是1500 那么交易价格是对 2400分配 在谁和谁之间分配 在A和B之间分配 在2400还记得不2400 就这2400 那么常语分母上是 单独售价都是1500 分子上是A的1500 那B也是一样的 所以A和B 他们的交易价格 在此时此刻算出来是1200 是在10月1号的时候 是1200 A和B都是一样的 但是B没邀请你算 因为B现在还不需要确认收入 B是22年3月3月1号才确认收入 A现在确认收入 好 这有了吧 有了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都简单 都简单 那么再接着看 第二 21年12月1号 合同变更增加了C产品 增加C产品 注意 注意的问题 B产品是二年交付 那C产品是二年交付 好 那么确认B和C产品的交易价格 那么都是900万 900万怎么来的 理由 合同变更属于收入确认中 关于合同变更的第二种情形 因此该合同变更 应该做原合同终止了 为什么原合同终止 因为 第一 可明确去问 第二 合同变更那个金额 不能反映当时的单独售价 合同变更金额不是600吗 不是600吗 对吧 当时单独售价不是1500吗 对吧 不能反映当时单独售价 因此 该合同变更 应该做原合同终止 并且将原合同中 没有履格的部分 等会儿 没有履格部分多少 没有履格部分1200 没有履格部分1200 好 与合同变更 变更的部分 变更部分多少 600 变更部分600 合并为一个新合同进行处理 所以在新合同下 合同的交易价格 就是1200加600 1200加600是1800 然后1800分配去吧 所以在BC之间分配 所以1800 1800 乘以分母上是1500加1500 这1500 注意是B和C的 B和C的单独售价 是1500加1500 分子上各自单独售价 还1500 算出一个900 一个900 所以B和C的交易价格都是900 都是900 所以说我们再看 此时 此时还没到年末呢 我现在让你算的是12月1号 那么12月31号才会有的80 现在还没那80是 还没有那个交易价格 还没有那个交易价格 那个变动那个可变对价变动的 还没有呢 所以此时要注意啊 此时就是B和C的交易价格 就是900 好 3 12月31号 假公司重新 估计可变对价 增加了一个交易价格是80 还记得80吧 从400变成480 那么交易价格增加了80 而且这80满足了 那个限制条件 极可能不会发生重大转回条件 所以可以加进来了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 A已经确认过收入了啊 A已经确认过收入了 现在问题是 那么这80和ABC都有关系 好 结果是 A确认40 BC确认的是20 加在一起80 那么40加20 加20不80吗 怎么来的 怎么算出来的 咱们算算 理由 由于该增加额 与合同变更之前 题目告诉我了 他不告诉我也不知道 所以第一个看题啊 变更之前 已承诺的可变对价相关 因此应该首先 然后其次 首先先将增加的这个金额80万 分摊给A和B 首先在A和B之间分配 因为还没有C的事 先在AB之间分配 之后再将分摊给B的那一部分 在BC之间再二次分摊 分配给B那一部分 再二次在B和C之间 二次分摊 就这么回事 所以这80万 再说明 这80万 这个不是 这个我们说 可变对价 不是变了吗 可变对价不变 分摊可变对价 先在A和B之间分配 然后分配给B那部分 再在B和C二次分配 二次分配 有这么一件事啊 所以本例中 由于ABC三个产品的 单独售价都是1500 所以将80万的可变对价 后续变动 分配给A和B时 各自分摊金额是40 所以这时候 分摊进来可变对价是 分摊进来是40万 对吧 那么B加C多少 那么也是40 也40对吧 然后呢 注意 那么这是分配给B 分配给B的 40 分配B的 好 那么最终来讲 B加C肯定是40 然后注意 这俩合在一起 是分配给B的 分配A40分配B40 然后这个C40 再在B和C之间 二次分配 是这么回事 所以接着看 所以接着看 本例中ABC 单独售价相同 将80万的可变对价 后续变动 分摊到A和B10 各自分摊金额都是40 然后呢 由于假公司 已经转让了A产品了 在交易价格发生变动的当期 变动当期 这个当期什么变动的 12月30下变动的 那么直接把这40万 作为当期的收入 你不能追溯去 这属于估计变更 属于估计变更 之后呢 那么再把那40万 分配给B那40万 分摊到B那40万 再评分到B和C之间 那么各自20 经过上述分摊好 B C的交易价格 那就变成920了 920了 因此后面的一个结果 好 这个结果我用公式给列出来 看着啊 A产品 21年确认收入是 10月1号的交易价格以下 加上12月30要分摊进来的 那个交易价格40 分摊进来的交易价格40 这没问题吧 分摊 那么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要注意 11月1号你确认 然后年末还得确认一个 这个40万直接在12月30号 确认就可以了 那么整年确认收入是 1200加40是1240 好再看B B产品是22年确认收入 所以上年12月1号 确定交易价格900 再接着加上 上一年12月31号 分摊进来的那什么 那个可变对价 金额20算出900 那么这个也是900 那C也是900 是上年12月1号 确定交易价格是900 加上上年12月31号 分摊进来交易价格 那个变动金额20是900 最后算出来的没结果 这叫分摊可变对价 后续变动 好 所以分摊可变对价 后续变动内容 重点是2 难就难的2 1和3 大家可以不用管它 重点保2 重点保2 所以这个题目 大家在好好琢磨琢磨 好好琢磨琢磨 所以我想再复数一遍 再复数一遍 我们再看一下资料 我往前倒一倒 往前倒一倒 你看一下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 我们这么倒一下 你看着 咱直接看资料就可以了 看资料就可以了 首先 首先往前翻一下 这儿了 看着 首先最早的时候 是21年9月1号 那么签合同 向其销售 当时就两个产品 A和B 单独售价是1500 加1500 是两个礼物 好 那么A商品当年11月1号交货 B是2年3月30号交货 好 那么给的交易价格 是固定交易价格2000 加上一个可变对价400 那么这个400满足 介入交易价格限制条件 所以当时确定的 这个交易价格 是2000 加上一个400 是2400 所以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 21年12月1号 双方对合同范围变高 范围变高属于什么 是属于 那个合同价格变动了 那么以公司向价 公司额外采购C产品 合同价格是600 问题这600 不能反映当时单独售价 当时单独售价1500 对吧 所以C产品与AB 都是可明确区分的 不能反映当时单独售价 好 那么这是一个 到这为止 到这为止 没有那个80的事 没有80的事 对吧 没有80事 好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按照我们一般分配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讲的是分摊 分摊什么 可变对价 是后续变动金额 到了21年末的时候 且预计有权收取对价 那个可变对价金额 从400变成480 多了80万 那么这80万 也满足 记录交易价格限制条件 因此 合同交易价格增加80万 且 再看一看 且 假公司认为增加的这个80万 与合同变更之前 以承诺或确认那个收入有关 以承诺的可变对价相关了 这是最麻烦的 这是 也就是这80和A和B和C都有关 都有关系 都有关系 对吧 那么这时候我们确认之后 再来看一遍 11月1号 11号 那么只需要把这个2400 2400按照他们俩单独售价比例分配就可以 两个单独售价比例 1500加1500 对吧 分配就可以了 那么算出一千 A是一千 B也一千 没问题吧 都没问题 那么再接着看 到了21年12月1号 增加C产品 那么价格呢 变了 那么价格给的是多少 那么给的一个金额 给的是那个600 对吧 给的600 对吧 给600情况下 注意啊 那个B产品是夏年交货啊 是夏年交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关键看这个内容了啊 关键看这个内容了 那B本身来讲 B本身来讲啊 那么我们刚才算出来 A和B都一千 对吧 所以关键的问题是 合同变更属于第二种情况 因为 因为这条题呢 是单向旅游物 合同变更那个价格 不能反映当时单独售价 所以原合同终止确认了 终止确认了 并将原合同中没有旅游部分 加进来 所以原合同金额一千 加上合同变更金额600 那么是一千八 有了一千八后 这一千八注意啊 只需要在BC之间分配 只需要在BC之间分配 还没那八十的事 没有那个八十的事啊 没有八十到了年末 关键在这了 现在有八十的事了 重新估计可变对价增加八十 那那八十的话 注意啊 由于这个增加金额 与变更之前 以承诺的可变对价相关 所以首先 将这八十增加 就要先在A和B之间分配 先在A和B之间分配 那么刚才说了 A分摊的是40 B分摊也40 然后呢 之后再将分配给B的40 再在BC之间分配 再在BC之间分配 那么各二十出来 这叫分他可变对价的 后续变动金额 好 这个题讲完了 难就难在这了 知道了吧 好 所以这个我们最后算出来后 就那么一个结果啊 就那么一个结果 这个题是最难最难的 应该说在所有题目当中 这是最难的一个 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道题 那么合同变更 与可变对价的判断 那么这个和上一道题 差不多吧 差不多 上一道题也涉及到合同变更 那么也涉及到可变对价问题了 都涉及到了 都涉及到了 那么 那么我们来看这道题啊 看这道题 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题先说一下 就是财政部 那么去年新颁布的 新颁布什么 就那个案例 新颁布案例 我稍微改了一下啊 21年1月1号 假公司与客户 以公司签订合同 在一年内 以固定的单价100元 向以公司交付600件产品 那么假公司以往的习惯做法 在该产品出现瑕疵的时候 根据商品的具体瑕疵情况 给予客户一个价格的折让 给一个价格涨停 那么给了价格涨 打折了吗 要给打折 说明什么 这个题一定存在什么 存在着可变对价 一定有可变对价了 一定有可变对价了 接着看 核动开始 假公司估计将提供1500元的价格折让 给了吗 给了 这个就属于可变对价 那么也就折让 价格折让了 21年1月30日 30日 刚才1月1号 这1月30日 假公司向乙公司交付了一半的产品 600件 这一半是300件 那么乙公司取得300件的控制权了 我们假公司确认收入 确认收入进购多少 来看吧 那么一共是价格100元 乘以300万件 乘以300件 我说没有万 300件 乘以300件 好 那么这就是他交易价扣掉什么 扣掉打折了 扣掉打折 那么折到多少 折到是1500元 1500元按照比例分配 600件分之300件 600件分之300件 那么这样 假公司确认收入是29250 所以这就是非常简单吗 不就打个折吗 所以这个时候 因为你是卖了一半产品还一半没卖 所以要将这个1500元的价格折扣 要在这个已卖的和没有卖的之间分配 这不难吗 不难啊 21年1月31号 乙公司发现产品存在质量瑕疵 那么要求反攻 假公司反攻处理后 乙公司对反攻后的产品表示满意 假公司对存在质量瑕疵的产品 提供反攻服务属于是保证销售产品的符合既定标准的 属于保证类的质量保证 那么这块内容不构成单项旅游 说白了是13号准则所讲的货有市场准则 也就是提供保修服务 好 我想问大家这块花钱了 花钱了 用银行存款支付的保修的分路给我收出来 借什么带什么 借什么带什么 也要花了十万块钱 花了五万块钱分路子 借 借什么 预计负债带银行存款不就完了吗 这个不是盐保服务 不是盐保服务啊 是属于三包服务 三包服务 所以这是属于保证类的质量保证 不是服务类的质量保证 是保证类的 好 所以这个内容应该说和收入券没有关系了 21年1月31日 为了维持客户关系 甲公司按照以往的习惯做法 主动提出 对合同中的600件的产品给予每件 注意啊 包括交了300件 还有300件没交啊 600件的产品给予每件三元的价格折让了 共计1800 原来多少 原来1500 看一看原来是1500吗 原来不是1500吗 原来1500 那么现在给多少 给了多少 现在给了1800的这个折让了啊 该折让符合甲公司以往习惯做法 甲公司和乙公司达成协议 通过调整剩余300件产品的价格形式 提供价格折让 所以剩下300件的单价 就是变成94了 要求一判断上述业务 是否属于合同变更还是作为可变对价快处理 这是第一 那么第二 说明甲公司交易价格发生变动的当期 价格折让增加额如何进行处理 对于产品存在质量瑕疵的这部分内容和收入没关系 那么企业或甲公司已进行了反攻处理 而且对方表示满意了 那么这块内容按照第13号准则规定处理就可以了 所以和我们所讲价格变更也好 还是和这个可变对价什么都没关系 都没关系 好 那么接着看 那么为了维持客户关系 甲公司提供质保之外的价格折让了 并且在合同开始 根据甲公司以往的习惯做法 可以预期的 可以预期 如果商品不符合质量的问题的话 一定会给价格折让 而后续情况 那么你给的这个折让和原来预计的折扣 那么应该说呢 是相关的 也就是不确定性消除而发生的 可变对价的变化 因为原来1500现在改1800了 原来预计1500现在预计1800了 所以后续实际给予的折扣 与初始预计的折扣差异 属于相关不确定性消除 而发生的可变对价变化 这不可变对价变了吗 可变对价变化了 而非合同变更导致的 不是合同免购 不是合同免购 而非合同变更导致的 所以应该作为合同可变对价 后续而且后续变动的处理 后续变动处理 由于并没有证据表明假公司 给予的这个价格 这样与某部分履约义务相关 因此假公司给予的价格 这样与整个合同相关 整个合同相关 不是某一个 一个某一件产品 是整个合同相关 所以应该怎么办 应该分摊至合同中各项履约义务 各项履约义务 也就是600件 600件 那么已经交了300件了 交了300件的产品的履约义务已经完成 其空前已经转移了 因此将公司交易价格发生后续变动的当期 将价格折让增加这300万 这300万不就是最早给多少 最早给的1500吗 那么现在给多少1800了 那么增加了可变对价300万 这300万要分配给谁啊 分配给之前的还是分配给现在的 所以分配给已交付的300件产品 那么这个内容直接充电当期收入 就可以直接充电当期收入150 直接充电怎么来的150 就是这个300常以600件分之300件 对这个300啊 这个300就这300 对它进行分配 那么这个金额直接充电当期收入就可以了 那么甲公司在已公司取得剩余300件产品控制 时再确认剩余的收入 所以这一波内容 那么就属于什么 可变对价后续的变动分摊的问题了 难吗 真的挺难的 这是新增的题目 新增的题目 大家一定要把这两个题目搞懂 这是我们应该说收入准则中最难的 还没考过 先告诉大家 可变对价后续变动的内容最最麻烦的 还没有考过 讲两个题 一个准则中的又新增的准则题目 到为止 我们这个支点讲完了 这个支点主要讲的什么 讲的是计量 计量非常重点 非常非常重点 所以收入确认五步法 我们都讲完了 那么这五步法当中 我要求大家重中之重 考的频率最高的内容 什么啊 除了第二步 干了几件事啊 干了几件事啊 确定是几个留意义的情况下 那么要求大家记住啊 一和五 一和五 一考什么最多 一考最多的合同变更 合同变更 那五考最多什么 五考的是 那么第五 关键什么 关键就是那个什么 就是十段还是十点 那个第五步啊 十段和十点考最多 一和五啊 中间三个四 中间三个四 两个计量 这两个计量 交易价格啊 交易价格 那么交易价格 分摊 分摊交易价格 这两件事啊 真的是非常麻烦的 所以这五步吧 实际就第二步 是最难理解 第二步没什么可考的 没什么可考的 你知道吗 没什么计算题 也没有什么分路题 其他都有分路题 其他都有分路题 知道吗 所以一当中啊 主要是计算题 合同变更 五 那么就十段十点 十段十点 然后呢 那么十段十点 就是那个建造合同内容 那么最最重要 计量这块 计量这块 三个四计量这块 大家一定一定要把握好 好 到这一旨 那么这个五步法 我们全部讲完了 这五步法 我要求大家再说一遍 凡是教材 我讲一中 看我讲一中 关键我讲 我讲一中 有计算过程的地方 有会计分路的地方 你们必须要把握好 必须必须把握好 就这么一个要求 就这么一个要求 好 那么这个支点 我们就讲到这 下面看下个支点 好 O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